《生命记》第十二章 唯一的敬拜场所 你们存活在世的日子 在耶和华 你们列祖的神 赐给你们遗孽的地上 要紧守进行的律例典章乃是这些 你们要将所赶出的国民 侍奉神的各地方 无论是在高山、小山 在各清脆树下都毁坏 也会拆毁他们的祭坛 打碎他们的储像 用火焚烧他们的木偶 砍下他们雕刻的神像 而且将他的名从那里除灭 你们不可以照他们这样 师奉耶和华 你们的神 但是耶和华 你们的神 从你们各支派中 选择何处 为立他名的居所 你们就当往那里去求问 将你们的凡制 平安制 十分取一支物 和手中的举制 并还怨制 金心制 以及牛群羊群中投生的 都奉到那里 在那里 耶和华 你们的神的面前 你们和你们的家属 都可以吃 并且因你手所办的一切事 梦耶和华 你的神赐福 就都欢乐 我们今天在这里所行的 是各人行自己眼中 汉为正的事 你们将来不可以这样行 因为你们还没有耶和华 你的神 所赐你的安息地 所给你的产业 但是你们过了若旦河 得已住在耶和华 你们的神 使你们承受为业之地 又使你们太平 不被四围的一切仇敌扰乱 安然居住 那时 要将我所吩咐 你们的凡制 平安制 十分取一支物 和手中的举制 并向耶和华 许愿献的一切美制 都奉到耶和华 你们的神所选择 要立为祂的名的居所 你们和儿女 博被 并住在你们城里面 无分无业的利味人 都要在耶和华 你们的神面前欢乐 你要谨慎 不可以在你所看中的 各处献凡制 唯独耶和华 从你那支派中 所选择的地方 你就要在那里献凡制 行我一切所吩咐你的 然而 在你各城里面 都可以照耶和华 你的神所赐你的福分 随心所欲 再生吃肉 无论结证人 不结证人 都可以吃 就如吃灵羊 同鹿一羊 只是不可以吃血 要倒在地上 如同倒水一羊 你的五谷 身走 和有的十分之一 或者是牛群羊群中 投生的 或者是你许愿献的 金心献的 或者是手中的举制 都不可以在你城里面吃 但是要在耶和华 你的神面前吃 在耶和华 你的神 所要选择的地方 你和义女 博被 并住在你城里面的利味人 都可以吃 也得要因你手所扮的 在耶和华 你的神面前欢乐 你要谨慎 在你所住的地方 永不可吊弃利味人 耶和华 你的神 照祂所应许 扩张你境界的时候 你心里想要吃肉 我要吃肉 就可以随心所欲地吃肉 耶和华 你的神 所选择要立它名的地方 如果离你太远 就可以照我所吩咐的 将耶和华 赐给你的牛羊 取些离宰座 可以随心所欲 在你城里面吃 你吃的肉 要好似吃灵羊 和鹿一样 无论结证人 不结证人 都可以吃 只是你要心意坚定 不可吃血 因为血是生命 不可将血与肉同吃 不可吃血 要倒在地上 要和倒水一样 不可吃血 这样 你行耶和华 眼中为正的事 你和你的子孙 就可以得福 只是 你分别为圣的物 和你的还原祭 要奉到耶和华 所选择的地方去 你的凡祭 连肉带血 都要献在耶和华 你的神的坛上 平安祭的血 要倒在耶和华 你的神的坛上 平安祭的肉 你自己可以吃 你要紧守 听从我所吩咐的一切话 行耶和华 你的神眼中 看为先 为正的事 这样 你和你的子孙 就可以永远享福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